眼下秋冬旅游市场持续火热 这两天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2024年贵州村马水族端节 全国赛马联赛总决赛 在此激情上演 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前来观看 比赛现场能容纳5万人的看台上坐无虚席 就连赛道中间的空地上 也挤满了热情的观众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起跑闸门瞬间打开 骏马在骑手的驾驭下 如离弦之剑般飞驰而出 赛道上尘土飞扬 你追我赶 场面异常激烈 呐喊助威声 欢呼喝彩声此起彼伏 整个赛马现场仿佛被点燃 一片沸腾 这个村马的氛围很好 很热闹 很热情 就过来感受一下 比赛间隙 精彩的民族卢生舞蹈 竹竿舞 以及歌手现唱等节目轮番上演 让观众在感受马背激情的同时 也能品味到多彩的民族文化大餐 随着游客的增多 当地的旅游市场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长那么大都没有看到三队友 这么多人 应该来的不少十万人吧 观看了赛马 还有四大长洲宴 晚上夜游堵柳江 烟花 烟火 还有表演 感受到我们这个水族的 这个过端这个节日很热闹 据了解 今年七月以来 三都县常态化开展赛马活动 仅10月12号到11月10号 就举办赛事33场次 吸引游客超过60万人次 吸引游客超过60万人次